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我们在日本雄本公开赛 五项比赛当中 全部进入决赛 然后有一点呢 是我很期待的 就是石雨琪又将对阵 安赛龙 提前告诉你们比赛的结果 石雨琪2比1战胜安赛龙 结束对阵安赛龙的 七连百 不幸我们走着瞧 为什么会这么自信呢 因为从正式比赛的状态来说 我认为石雨琪 把自己调整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每一场球每一分 他上去的开局也好 他的计算是能力也好 都非常强 而且石雨琪有个外号 叫做抗先锋 那里想想在日本的主场 然后石雨琪又战胜了陶田 然后战胜周连城 然后在决赛里面碰到安赛龙 而且他今年还没拿冠军 这次是石雨琪拿下今年首冠的 最好时机 加油石雨琪 一定要赛 如果石雨琪还是赢不了的话 那哥们儿只要拿上咱的军人资料 好好付出训练了 看来巴黎奥运会没有05号想象 还是不行啊 我不希望有这一刻出现 不长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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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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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费